歡迎 楊 晨 彥 這個好 晨彥 太壯了吧 妳是什麼 怎麼都沒有 妳衣服沒有布料 你這樣弄那麼壯 是不是要來挑戰Fred 他最近也在練 不是說表情得意 就代表真的壯 還是練一下啦 對啊 好啦 可愛啦 你還是我們的型男主廚 在料理之王裡面 謝謝 你在這邊進去一看 晨彥做菜 覺得心靈很平靜耶 但因為一轉過來我就覺得 很焦躁 我就好緊張喔 我準備一起立蹲下 大概三次 三次次了吧 小心一點喔 妳的手 沒有 在這邊覺得很焦慮的時候 這邊就是我交感神經 又開始往上 那我就轉這邊 妳可以激情一點嗎 就不交感神經就上來了 怎麼都不急不虛啊 她很peace 這講像天堂與地獄 感覺你在她面前脫光衣服 她都不為所動的感覺 這樣太傷害我了啦 就這樣 還是看一眼就好 一眼就好 對啊 晨彥 妳從事參與宴多久了 入行大概 十二年左右 十二年 妳都是這樣的個性嗎 她好peace 很安靜喔 越來越平靜 妳在廚房 可以這樣跟其他人相處嗎 自己開店 自己開店 哦 那她一個人煮飯是穿衣服的嗎 我幫我們這邊女生的評審問 她們問說那個 妳一個人煮飯是穿衣服的嗎 有穿 有穿喔 因為會潑 油會潑會退 對啊 油煎啊 習慣妳事情都做這麼好 妳卻穿衣服 煮飯怎麼弄不懂事呢 她自己在家可以 可是在妳家可能就要懂事一點 沒有 我可以去啊 我可以去她家 欸 所以 所以我們平常看的什麼 裸體廚房都是假箱對不對 不是 什麼叫我們平常看的 不知道妳是假廚 不是啊 我說我們很常常 欸 裸體廚房這不太可能嘛 因為油也爆掉嘛 你就給油噴看看嘛 會噴啊 烘焙還比較有希望 但是這種油爆炒的 生炸的不安全 不安全 阿燦絲 妳在家的煮飯 妳敢不穿什麼 都在家裡沒有煮飯耶 都在家裡沒有煮飯 好 你家在 差一點想像到阿燦絲 差一點今天整個毀掉 不可能啦 抓緊 了 打聽 卡